相隔四年后,宇恒再次出发 11月11号,宇恒穿着沙滩装为自己的新专辑 从这里到那里,召开新闻发布会 窥违四年,原来宇恒与管启元老师成立了新公司大宇宙公司 这次推出新专辑,许多圈中好友都到场祝福 一些无法出席的也不忘送上花篮祝贺 专辑中的主打歌,朋友们都结婚去了,大受欢迎 宇恒说,这是在2008年失恋的时候写的 后来经过阿管老师沈比一辉,这首歌更具生命力 在场媒体问到,正和阿管老师谈恋爱的宇恒几时要结婚 宇恒说,肯定不会是在今年 他强调,结婚需要冲动 不过目前还是以事业为中心点 结婚的事以后再谈 其实朋友们的结婚去了这首歌获得很大的回响 自己也感到很欣慰 那其实当初会写这首歌呢 也是因为自己曾经在感情上面有过创伤 然后就是还蛮,那个冲击还蛮大的 所以有感而发才写的这首歌 那至于什么时候会想要结婚这困境 我相信,我自己来说应该在这几年里 短期内都不会有这个念头 我是反而希望就是,我觉得结婚的这个东西 缘分来了,然后感觉对了 你就会突然间想要结婚 始终结婚是需要冲动的,真的 那如果有这个冲动的话 我觉得我会去结婚 但是因为现在其实还有很多 还有事业要兼顾,然后还有很多生活上面还有很多的工作 还会完成的一些事情,还有很多东西要做 所以近年内应该是不会有这个念头了 只见男友阿管老师在记者会上忙着为宇恒打点一切 宇恒在记者会上不忘感激阿管老师 宇恒说,阿管会从这里到那里 专辑包办、监制、配唱、文案、作词等 以后有空的时候一定会请阿管老师到国外 要谢谢阿管老师给予我很多很多的帮助在这张专辑上面 无论是在文字统筹,在歌词上面 还有整张专辑的一些concept,一些概念的部分 还有配唱 对,那没有阿管老师的话 这张唱片其实是没办法成心的 所以呢,我要怎么样报答他这个问题啊 我希望可以忙完的可以有机会 有时间可以一起去旅行吧 也有四年时间回到台湾的宇恒 在记者会上高兴地表示 新专辑也会在台湾发行 她说,这次亲力亲为找到了一家唱片发行公司 在台湾的宣传活动 将只专注在校园以及Live Pop的表演 现在的唱片市场难做 宇恒当然希望自己的专辑卖越多越好 这次的制作虽然都是用最省钱的方式 不过,宇恒说要卖3000张才能回本 宇恒信心不大 她说,只要卖500张就已经很开心了 其实唱片销量现在对每个歌手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一个部分 那据我所知一些市场上很红的歌手的唱片 其实也很难很难买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环境的因素 大家都跑去下载歌曲了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正版专辑 那如果问我 希望我自己的专辑校囊可以缺到多少呢 其实如果可以有500啊到1000啊 1000多啊这样子 其实我都还很满足了 但是当然是希望可以 大家都可以支持正版音乐 我觉得就是不要去下载这样子 九尾舞台的宇恒 也在自己的新闻发布会上 演唱专辑中的新歌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